从灰衣到蓝天白云 刺激之工李师雄 在陪伴照顾护哈伦的过程中非常细腻 回首当初却是非常抗拒参与刺激活动 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祈祷他那边 我们真的在那边等他 他真的不出来都不出来 他不理我们 后来我们没办法就自己走 他来祈祭的时候就是喜欢来一下 好像是一直在祈祭的门口 处处静静 他比较不喜欢参加祈祭的那种静态活动 当我要他去上课的时候 他就会不同意还是就会推掉我 他说钥匙在这边 你要去你自己去 志工不放弃的邀约加上太太邱庆利的坚持 在2016年李师雄有了转变 后来他就回台湾了 50周年他回来就不同了 他就改变了 他就好像是真正的跑进这个世界的大门来了 开始是做快乐志工先 自从跟了几位师姐去感恩后的家 看到他们的生活 再比起我的生活 我觉得是自己很足够了 以前他讲的话很粗的 比较不讲道理的以前 健苦之福也从中改变喜气 李师雄自度也度人 我深深看到我进了慈祭 有改变 他也慢慢投入这个慈祭 秉持对的事情做就对了 李师雄夫妻俩期许同行 坚行菩萨道 大家新闻这三美志工 谢谢念祥 吴永贵 马来西亚报导